我個人比較不想買單 因為我覺得 每次看這些政見 然後好像都是 喊花一現 就沒了 就是我覺得說 台灣要進步 就必須要先從 薪水開始 如果你薪水沒有調漲 其實我們 要跟其他附近幾個亞洲國家比的話 其實我們輸了 已經輸非常多了 以年輕人來說的話 可能你基本的一些娛樂費 或是 生活費就沒了 光你在台北這邊住一個房子 最早都要七八千塊 咻的一下你的錢就沒了 其實在對台灣的年輕人來說 北部的年輕人來說 比較沒有什麼幫助 薪水是蠻重視 但是我覺得 每一個行業不一樣 薪水可能都會有差 可能如果你就算 調整到三萬一或怎樣的話 其他行業不一定 可能會照這個標準走 確實會有幫助啊 因為現在物價 漲很多 然後房租什麼又貴 蠻期待啊 但是 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我覺得會不會是 只是為了選票 而開出來的一個大餅 就算他真的好 基本的問題要三萬好了 可是很多企業會用 各種的方式來 就是 可能加急就減少啊 他如果真的這樣講 但是他連任了 可是沒有達到 那 對我們來說也是 我覺得 對我來講 沒什麼差 可是我覺得 對一般的 如果是一般的 那種 在公司上班會有差 因為他們的底薪都沒有到三萬 我覺得現在的人沒有三萬 其實還蠻難 存到自己 想要存到的錢 然後做自己想要做好的事情 但我覺得 就算他說是三萬 那還是一些工廠的人 還是沒有到三萬 蔡英文總統就職三年 他對勞工最關心的 這個基本工作的事情 事實上他已經每年都在調了 資方企業主雖不滿意 但是最後也都接受了 但是就業機會相對的減少了 那麼工人找工作的機會也減少了 唯一得到好處的就是 本國的企業主聘雇外國這個勞工 但是他本來就不必要 像國內基本工作那麼高 他就會有差額 那這個差額就變成 這個聘用外勞的這個資本家 他把這些差額的利潤擺在國外 那這樣的話 他對台灣的實質的內需市場 並沒有幫助 而且基本工資調的那麼貴 那微型企業 三個人五個人 你政府也不能進行勞減 他不按照基本工資來拼用人員 因為是市場取向嘛 你禮拜一到禮拜五根本就沒有生意 光光旅遊周邊的產業 禮拜五禮拜六連續假期 他可能說不定比他更高的價格來拼用 所以就實質上政府應該是 管得越少越好 讓市場機制自己來調整 這樣的話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跟對勞工跟資方跟政府都是有利的 基本工資影響最大的就是 阿泰的工作 而且阿泰的工作是比如說 國內的大品牌 肯台雞 漢堡 有名的雞塊的那個連鎖店 有一套制度 他因為連鎖店 他公司制度很完整 那這些人呢就會增加了他的 資方他增加了他的薪資的支出 剩下支出的話 有兩種 就營業能夠提升 另外就是 把其他的成本下降 要不然就是 賬價 那最近這三年 就變成一個現象就是說 這些國際品牌的這些店 價格結結上漲 但是呢 工人得到的好處 可能彌補不了 售價上漲的這個壓力 所以 政府 是扮演服務的角色 全世界都是 自由經濟的情況之下 最好是 管得越少越好 讓薪資 讓勞資協議 勞資協議如果他認為 他就不要幹就好了 他如果跟資方協調好 他認為可以有利可圖 或是認為說 如果他花得來 他才做這個工作 所以你政府不要管得太多